今天有网友在网上上传了一段视频,视频中有两个人正在打情骂俏,原本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可他们待的地方有点特别。 视频中,一名女子坐着,一边往前看,一边抚摸身后男子的耳垂,两人都穿着制服,外面风景流动。 拍摄的人说,这一幕发生在温州看望沈阳的快三四七次列车上,两人都是列车员。 两人不时做出暧昧动作,情不自禁时,两人又忘情经文。 据拍摄者说,当时列车员提前一个小时通知旅客到站下车,所以旅客们都挤在门口等着,这两名列车员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调情。 这两人什么关系咱也不好猜测,不过就算是两口子做这种事,是不是也该找个合适的时间,合适的地点呀?